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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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這個真 好啊 哇真的真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先去炆飛排 炆得夠嗎? 多放兩塊 我又拿來煲湯 要來炆飛排 多一點就不要緊 好,謝謝老闆 怎樣? 切粒粒 不用了 要來煲湯的兩塊 要來煲湯的兩塊 要來煲湯最薄的兩塊 要來煲湯最薄的兩塊 這兩塊煲湯 好,夠了 謝謝 謝謝 吃九分嗎? 是 可以了 謝謝 十九炆最好吃 當然 很好吃 炆四個字就可以了 差不多 謝謝 還有一種香味 很棒 我找蠔油去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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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剛剛都看到我去買肉 這是飛排 老闆開箱 其實我打算買少許來煲湯 我今天打算煲一些霸王花 其實霸王花 我有煲湯 一包裡面可以煲四五次 所以我趕快煲進去 因為不放得久 這些霸王花都要放在冰箱 那盒掌瓜 紅蘿蔔 然後加兩個蘋果 就可以煲 飛排 這裏是16元磅 這裏是60元 我買多一點 要來做甚麼呢 其實飛排除了要來煲湯 當然是很肉 很厚 很漂亮 這裏要來醬爆飛排 好嗎 煲湯不怕給大家看 因為霸王花煲湯有 這些飛排 我選幾塊 要來醬爆飛排 這些有肉 OK 要來煲湯 好 馬上做給大家看 醬爆飛排 還有急凍肉 都要用清水解凍 這樣就會把血水浸出來 待會都要飛一飛水 好 待會再跟大家說 好 好了 這些飛排解凍了 為甚麼要解凍呢 就是這樣浸出血水 你看到嗎 全部的血水這樣浸出來 現在就要做一個動作 把水全部倒進去 放一點鹽 這樣一點 打去5至10分鐘 這樣雪味和腥味就會走出來 這個動作是很重要的 直接打去就好過浸鹽水 好 打去5至10分鐘 沖水就過來飛水 鹽打去5至10分鐘 沖乾淨就可以過來飛水 這些飛排一樣要飛水 因為它是急凍肉 放一點鹽 放一點酒 我飛水通常都是這樣 薑和蔥都可以放的 不過我也不放 你看看 16元磅的飛排 這麼厚肉 真的OK 炆出來好像一塊肉 很棒 其實你可以叫它和你切開一塊塊 不過我想整塊 配飯也可以 配麵也可以 或者自己斬也可以 沒有所謂的 好 飛到它起泡 就可以拿過來沖凍水 就可以了 逐塊逐塊 揉一下 看看有沒有髒的東西就可以了 OK 好了 洗乾淨它就可以過來炆 這些飛排可以現在炆 我們可以首先 放一點蒜蓉 簡單一點 其實這個 你炆用什麼醬料都可以的 這些飛排 是急凍這些 有少許這些 是筋來的 不是豬油來的 OK的 很好吃的 我特地放到這麼大塊 大大塊的 先把它煎一下 哇 這個很棒 待會做好之後 就很漂亮 OK 三分小火 再放醬料下去 如果你是打算炆爆 放辣椒醬 放一大羹下去 這隻豆瓣醬 就不是很辣的 你不是說一大根 那些辣椒醬 就辣到七彩 不過這些豆瓣醬 不是很辣的 一斤就可以了 好了 接著我們可以放一點蠔油 下去 不要太多 其實什麼都可以 沒有所謂 大概一個湯匙就夠了 少許的生抽 半個湯匙就好了 不用那麼多 OK 很多時候 如果你們在外面 上海店吃的 都會放一些老陳醋 我們也放了 如果不喜歡吃這種味 就不要放了 一個湯匙的陳醋 要放了 最主要 都是要放兩粒大冰糖 因為沒有糖 帶不到味道 我會放多一點 OK 開火 兜兜它 現在可以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加回滾水 滾起 現在就可以收回中火 煮20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細一點細一點 對 這個火 可以了 如果你鹽不夠色 你可以加一些老抽 不過OK 不用那麼深色 如果你喜歡 就加老抽 煮20分鐘就可以吃了 大約煮了接近20分鐘 我們要打開看看 肉 其實是可以吃的 不過不是很軟 所以這些肉 就要焗的 現在煮20分鐘 都是不太夠色 我們可以放少少 老抽 都是要放少少 大約放一個湯匙的老抽 讓它有色素 OK 扭扭它 這個時間 其實如果你放洋蔥 可以放洋蔥 可以放洋蔥 放一些菇 也可以放洋蔥 現在就要放進去 不過我們都不放 即是我不放 我只要這樣煮就可以了 現在就 開大火 開最大火 再煮起 蓋一下 蓋一下 煮起 現在也是那一招 其實煮牛腩 煮什麼 要去煮 現在就關火 關火 好 焗十分鐘 待會 十分鐘之後 再開大火 收汁 收乾它 它就是最軟的 十分鐘之後 再跟大家說 這樣焗了一陣 完全不同了 拿筷子給大家看看 剛才那個軟度 跟現在的分別 先看看 OK 不要太軟 因為肉太軟不好吃 你知道嗎 OK 看到嗎 所以炆這個飛排 不是要來煮湯 OK 現在就可以開大火 開大火 做什麼 就將它一路煮 收汁 因為有冰糖的關係 它會結 好像我燜牛腩 燜碎腩的理論一樣 讓它收汁 先把醬汁 因為現在我們放了一些 豆瓣醬 然後就把醬爆 醬爆飛排 讓它先收汁 看到嗎 醬汁開始收了 黏著肉 就特別好吃了 你知道 也是要加一些老抽 不夠色 很淡色 但味道就一流 除了你加什麼味 我只是加蠔油 少許生抽 有陳醋 就加少許 讓它收汁 就可以過來上 好 讓它收汁 過來上 好了 上得了 這些飛排骨 本來是要來熬湯的 現在就要來 這樣炒蚊 我特地是這麼大塊的 很漂亮的 這塊好 有些筋 這塊夠大塊 不夠力 其實用刀叉吃就可以了 哇 放得更漂亮 不會放 隨便吧 這一塊 其實一塊都可以這樣放 很棒 怎麼放 算了 這樣好像很漂亮 這個碎的 就放在這裡 淋一些醬汁 少許醬汁 醬汁 醬汁 先放少許醬汁 哇 好熱啊 辣死我了 夠醬汁的了 這些蒜蓉 豆瓣醬 就是這些來的 OK OK 夠了 OK 正 嗯 好味道 讓我倒一倒 這個就是很簡單 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東西 同一炆的 只是一些豆瓣醬蠔油的 嗯 醬爆飛排 這個好正的 現在可以 撒一點點 啊 芫荽 下去 好了 現在試給大家看看 這樣了 我現在做個飯出來了 哇 做個飯出來 就可以 放夠進去 這樣就一頁飛排飯了 看看行不行 OK 哇 哇 這樣挺漂亮的 這個 飛排飯呢 先拿開這個 這樣是不是更漂亮 飛排的飯 就可以一碟 一碟 好企理 這個很棒 看看 大家知道 如果你有小朋友 現在就可以拿刀叉去鋸來吃 這個很棒 這個飯應該退開一點 OK OK 多漂亮 兩磅左右的飛排 煲湯 就可以這樣做 如果你家裡有兩三個小朋友 就OK 好正 現在可以吃飯 鋸一點 唉 我也不懂得鋸 這個 嘩 看看 點了一點醬汁 嘩 這個好正 嗯 臨戴 好正 這個 慢慢 不是一定要吃牛扒 這個飛排 慢慢 蒜骨也好 好吃 不是很辣 因為豆瓣醬根本就不辣 嗯 嗯 然後就 吃飯吧 嗯 嗯 白飯也可以 因為醬汁也好濃 嗯 嗯 這個呢 希望大家可以試試 醬爆飛排 可以這樣吃 煮麵擺麵 一樣吃得很好 謝謝 謝謝 醬爆飛排 謝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現在這個環境 很容易肺熱 又容易咳 這個湯就可以 花痰止咳 還有滋潤喉嚨 清涼潤肺的作用 如果你的鼻又乾 喉嚨還有點痛 那你就要煮這個湯 因為這個湯是屬性平和 不寒不燥 還有滋潤生存的功效 還有滋潤生存的功效